有说古代世界 不少神话说到神明死而复活 有人指基督教提到 耶稣死而复活的世界 取材自这些神话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如果我们看 古代有不少形形色色的怪异密教 密特拉教就是耶稣时代流行的宗教之一 此外还有许多更远古的埃及宗教 流行在古代近东各处 当中也谈及神明死而复活的事迹 就以播种为比喻 好像秋天播种 那就必须经过阎东 大地凄凉黑暗 到春天来临生机才出现 这是从古代以来最基本 最丰饶的神话 在这些故事里的神明关系到世界的生机 神明的婚姻与性交 以及播种收割等等 因此这些神明是因雾龙而塑造出来的 有学者企图重新权益耶稣复活的事迹 他们把这个视为神话 就像异教那样 把神明之死而复活故事 当时门徒在某程度上也全都听过 这种神话就把耶税生平复活 当耶税也类似复活了 但是这种说法在今天这个世界 已经是在学术界站不住脚了 只流行于通俗文学和网络文章里 这些是学者没有提及的事 众所周知 一百多年前有艘游轮 它的长度有八百英尺 被称为永不会沉没的游轮 在当时正横渡大西洋 然而在四月某个寒冷的晚上 它在纽芬兰尼岸四百英里处 撞上了大冰块 就沉没了 船上半数以上的乘客 因为救生艇不够而丧生 游轮的名字是叫 泰坦尼克好 有一本小说 叫做泰坦号海难 是写于1898年的 它是在泰坦尼克号海难 发生前14年写的 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 但是没有人说 泰坦尼克号海难是编造出来 是杜撰的神话传说 是因为那本泰坦号海难小说才有的 其实在这两者之间 的确有他们的共同点 你们必须证明其因果关系 其实这和耶稣复活事迹也是一样的 另外一个要点那就是光凭两者相似就认定其因果关系 那是不行的 举例说众所周知 有一架飞机在某天早上从麻塞诸塞起飞 在九点多的时候撞进了纽约市的一栋摩天大厦 它当时撞进79到80楼之间 机上乘客全部罹难 在大厦里工作的人死伤枕疾 可能你知道我说什么 我是说1945年7月 一架B25客机撞进帝国大厦 是 这事件真是 它撞进去的楼层与911事件767客机撞进世界贸易中心楼层一样 但是没有人提到这件事 这是因为这两件事的确是太相似了 所以911事件只是随时日发展出来的神话 事情总有相似 但不一定它们是有因果关系的 再说到耶稣复活的事迹 我们有许多不寻常的历史证据足以证明曾经发生了 古代神话的死而复活的故事 却不是任何一个都有历史证据的 仔细检视这些古代神话 你们会发现当中大多数只不过是农作物生长的 有些符号象征 像是关系到作物 在旱季枯萎 羽季在长 我们从与字面意义上来看 跟人死而复活毫无关系 如果说耶稣复活与复生的神话是欲曲同工 这种说法有欺骗成分 不错 这是真的 古代诸神复生的神话 他们都声称这是跟基督信仰的复活不同 因为像这些异教或罗马神话 从来就没有被称为史实 也不牵涉历史人物 这就是两者之间的第一点不同 另外一点 没有证据显示早期基督徒 是从这些古代密教界来的神话观念 相反的 在犹太世界里 他们本来就相信复活 比如说法利塞人群体在耶稣时代 他们都相信所有人在末后都会从死里复活 没有人想到复活事件会在历史中间 发生在某一个人身上 可能这种说法是比较激进一点 却不是古代异教的世界观 而是犹太世界观的激进版本 在这一点上我们会说发生了旷古绝今的事 那身为史学家该怎么解释呢 有些学者认为 异教或者是希腊罗马的神话 并非能够有合适的诠释背景 以及理解拿撒勒人耶稣 拿撒勒人耶稣是一世纪巴勒斯坦犹太人 而他的门徒一样言无不尽是一世纪巴勒斯坦犹太人 所以我们必须要回到犹太背景来理解和诠释 拿撒勒人耶稣 我们不能够从异教神话背景来看这件事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不能够用耶稣复活比你古代神话 这件复活事件是在犹太背景下发生的一个事件 耶稣是犹太人 第一批基督徒是犹太人 犹太人本来就相信复活 只是没有想到会有一个人真的从死里复活了 他们以为到末后全世界的人一起复活 著名学者N.T. Wright 认为这是个关键的证据 证明耶稣复活的事件的的确确发生了 这是真的 因为犹太尼夏亚死而复活这种事 不可能从任何其他地方引申出来 它是独特的 是布格的 而当时基督徒声明这一点 他们也知道这件事是破天荒的事情 所以必须要提出确实的证据 这样才能说服人真有其事 早期基督徒曾讨论 外邦男信徒是否要受割礼 可以吃祭偶像之物 犹太人能不能与外邦人一起吃饭等等 试问早期的犹太基督徒 又怎么会全盘借用异教传说 来建立他们所信仰的最核心教义呢 当然不会 说基督教借用异教神话 建构耶稣死而复活的事迹 这种说法站不住脚 我们要为事件另敏因由 下一集我们会看看 耶稣根本没死在十字架上的说法 有指他曾被钉十字架却死不了